謝謝座長的介紹 各位醫師先進大家早安 今天由我來為大家介紹 肝癇、關節炎以及 唇皮膚肝癇的治療策略 在今天的talk裡面 我會跟大家簡短的介紹 這個疾病的臨床表現 治病機轉 那以及疾病對病人的影響 那最後談到診斷以及治療 我們知道肝癇是在 這個脊椎關節疾病裡面的一個成員 那他也有可能和其他的脊椎關節疾病 有著共通或者是常見的表徵 包括剛剛講的 那肝癇及肝癇性關節炎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疾病 那臨床的面向非常多 那主要是有六個臨床的 domain 第一個是Peripheral Arthritis 那第二個是Anthysitis 在左骨處的地方會有發炎的情況 第三個是Dactylitis 又俗稱香腸指 在手指頭、腳指頭 整支這個指頭會胖胖起來 那第四個是Spondylitis 那它和僵殖性脊椎也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比較不對稱性的 而且骨質增生比較明顯 那第五個domain是Skin Psoriasis 可以是以紅皮脫屑或者甚至濃包的表現 那最後一個domain是Nail Disease 包括Nail Pitin Onycolysis Hypokeratosis等等 那Prevalence的部分 在肝癩、皮膚肝癩 北方日照比較少的地方 這個成人肝癩的腎癩率有高達2% 那假如在比較接近赤道或者是雅熱帶 像是台灣肝癩的 Prevalence是小於0.5%的 那至於Soriasis的Prevalence 其實並不知道 因為這個統計方法的不同 或者是這個診斷的困難性 其實這個Prevalence of Psoriasis 到目前並不是很清楚 那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在本身患有皮膚乾癩的病人 他會有小於30%的病人 之後會產生乾癩性關節炎的發生 那有皮膚加這個關節乾癩的病人 通常都是皮膚的表現先產生 平均需要超過10年的時間 才有這個關節的侵犯 那怎樣的病人 在這個會有乾癩性關節炎的發生呢 那同樣的都是Pure Skin Psoriasis病人 假如說他的Skin Phenotype 是屬於Scale Psoriasis Inverse Psoriasis 或者是他有影響到這個指甲的話 他的Risk會增加 或者是其他的Major Risk Factor for Psoriasis 那現在有一些新的BioMarker 這比較在實驗室裡面做的 那這些都可以當做預測 好 那乾癩本身是一個發炎的疾病 主要的細胞是Dermal Dendritic Cells 他受到刺激之後過度的分泌這些發炎的Cytochides 其中包含這個TNF-Alpha會上升 那以及另一個Password是IO-23 那他接著下游會讓這個TH-1以及TH-17過度活化 尤其是這個TH-17又會接著讓Ceratinocyte 刺激活化不正常的增生 而有皮膚乾癩的表現 那在關節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也是Activated Lymphocyte 接受刺激之後產生了IO-17 那讓Synophilocyte產生發炎物質 那接下來就是讓Osteoclast活化 那造成這個死骨 那以及可能造成關節的變形 肝顯性關節炎和其他發炎性關節炎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他會有這個anthesitis 左骨處病變以及他會有這個骨質新生 在其他的關節炎可能都是關節被破壞掉 但是肝顯性關節炎他會有骨質新生 原因就是在於在這個左骨處的地方 它的Osteoblast被刺激活化 那Osteoblast是會讓骨質生長出來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像這個Aceus disease 它就像一個大大的牛角長在這裡 那除了皮膚和關節之外 這個肝顯及肝顯性關節炎也會造成全身的發炎 包括將近30%的病人 會有cardiovascular disease的risk 那以及 fatty liver 及其他的metabolic disease 像是obesity,diabetes 那也有5%的病人可能會產生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所以肝顯及肝顯性關節炎對病人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除了說皮膚關節之外 這些病人他也有可能會影響到他的mental function 在肝顯及肝顯性關節炎 他都因為疾病而有negative mental impact 那肝顯性關節炎更嚴重 他同時會有這個physical function body pain 以及病人會比較fatigue 那都很明顯的差於這個正常的族群 好 所以診斷就很重要 可是常常這個肝顯性關節炎的診斷 不容易診斷 那不容易診斷又有更接著是negative outcomes 那假如說肝顯性關節炎的病人delayed diagnosis 大於6個月以上 他會造成這個arthritis mutilence的 odds ratio 甚至高達10.6 那以及假如說要到達drug free remission 他的機會也會減少 那再強調說診斷的重要性 目前用的這個 是2006年 Caspar criteria 假如說病人他有這個 發炎性的articular disease 不管在joint spine 那再加上底下這個criteria 算分數 總共有五個criteria 其中第一個是skin psoriasis 這每一點都一分 除了current psoriasis是兩分 有加種 那psoriasis nail change ductlytis RF negative 以及X光或者是image study 可以看到justaarticular newborn formation 那加起來大於等於三分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個發炎性的關節疾病 歸類為說這個是一個 soriatic arthritis 好 那診斷之後 我們要依照病人的嚴重程度 來做治療 那以及在治療之後 評估他對治療的反應 那所以我們臨床上有許多的工具 像是評估關節 周邊關節發炎的話 我們也是和RA用的是ACR 2050還有70 那這邊提到是skin psoriasis的評估 最常用的是PASI 以及這個body service area 我們對PASI比較不熟 這邊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它是一個psoriasis area and severity index 那它是依照皮膚的這個redness thickness scaling以及影響的範圍 來做一個計算 那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 我們通常都會用calculator 那假如是PASI 12分 代表的是severe psoriasis 那假如說它的改善 有75% reduction of PASI的話 我們稱為PASI 75 response 那甚至有的病人可以達到90%的response 那嚴重的這個疾病 我們要把它identify出來 包括這個肝險性關節炎 它是erosive或者是發炎指數上升 那假如是皮膚的部分 PASI 大於等於12分 或者是body service area 現在下修變成5個percent 就可以當作它是severe psoriasis 那或者是影響到一些比較重要的部位 那影響到生活功能 好 風濕科現在流行的治療策略是 Treat-to-tar 那在肝險的Treat-to-target是什麼 我們希望的target是 病人可以達到minimal disease activity 那希望說可以達到lowest possible level 包括皮膚、包括關節、生活品質等等 那希望病人的這個functional status可以改善 那同時我們也要注意 預防及避免疾病或者是治療相關的併發症 好 那這個Treat-to-target有什麼好處 在TACOPA study告訴我們 那假如說我們用TAC control比上傳統的standard care 指的是TAC control是我們每四週就去評估 我的治療有沒有到達我想要的目標 那來調整使用的藥物 那假如按照這種方法來做的話 不管是在這個關節、皮膚或者是病人的功能 品質上面都非常的有顯著的改善 好 那我們看一個治療目標的例子 Baseline PASY25.3大於等於12是屬於一個severe psoriasis 那在生物製劑治療之後 這個PASY小於等於1 那它的PASY90 這是一個PASY90 response的一個例子 好 那這個疾病很複雜 所以在2005年它GRAPA recommendation 告訴我們說 這疾病的六個面向 我們就看病人是屬於哪一個面向 來針對這幾個面向 來針對病人有的這個疾病面向來做治療 不過這個表格真的是還蠻複雜的 那也顯示說這個疾病的困難度 治療困難度 那藥物的部分 我們先看病人可能會用到這個傳統的口服 這個藥物 那在sorealitis的部分 我們叫D-Mart 常用的藥物包括 Mesotrice Levonomy Safasalase 那這個對周邊關節的發炎疼痛會有幫助 但是對中軸疾病是沒有幫助的 那各個藥物都有它可能的control indication 以及side effect 舉例像MTX不能用在alcohol abuser 或者是patient with liver disease pregnancy 不能用 那假如是在皮膚的乾癬的部分 除了Mesotrice之外 也可以用Psychosporin A 以及口服A酸 好 接下來講到這個biology agent的部分 那主要的target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剛剛陳偉森醫師講的TNF-Alpha 那五個藥物都可以 那我們先看TNF-Alpha 其實它在乾癬的治療 這個反應也是都不錯的 那這張錶是幫大家整理這些藥物 它在治療之後的ACR20,50 and 70 response 不過這並不是head-to-head comparison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ACR20可以達到平均6成的病人可以達到ACR20 好 那接著講的是IL-23 and IL-17 這是第二和第三個治療的目標 那IL-23它本身這個Cytokine是有兩個主要的subunit P40 and P19 P40它其實是一個shared subunit of IL-12 所以這個藥物 Eutekinumab 它抑制P40其實它就是抑制了IL-12 and 23 pathway 好,那比較新的藥物 它是針對P19做抑制 所以更specific to block IL-23 好 那接下來講是IL-17的blockade 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直接block cytokine 那有的藥物是Sekukinumab Izakinkizumab 這兩個藥物台灣也都有 好 那第二個目標是直接抑制這個IL-17 receptor 幫它做一個blockade 那這些receptor在keratinocyte Sinovial cell 以及Orticoclast上面都會有表現 所以抑制掉這個receptor之後 它下游的這些疾病就不會產生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只有講部分的clinical trial 比較重要的 那第一個是Sekukinumab 也就是IL-17 inhibitor 在week24Future-2 and Future-5 clinical trials 可以看到ACR-20 response是不錯的 那以及它也可以減緩radiography progression 那第二個IL-17 inhibitor是Izakizumab 那這邊舉的例子是病人曾經使用過TNF-α 但是Failure了 所以轉換成這個IL-17 inhibitor 在week24Spirit這個clinical trial 發現不管在關節或者是在皮膚 都有不錯的療效 那這邊告訴我們的是 就算用一個category的藥物治療失敗 我們還有其他作用激轉的藥物可以選擇 那效果也是還不錯 那接下來講的是Eustachinumab 它是針對IL-1223 可以看到的這個trial 它評估病人關節的反應 看起來是還可以 還可以當然比不上TNF-α inhibitor的那個效果那麼好 那假如說TNF-inhibitor 治療失敗再轉成Eustachinumab 它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包括關節以及皮膚的改善 那有這麼多的藥物 我們要幫病人選擇哪一個最適合的 那很幸運的 在今年有兩個guidline出來 一個是這個皮膚 皮膚學會制定的guidline 那它幫 它把這個soriasis分為三個category 第一個是limited disease 那limited disease可以用topical therapy 那假如是extensive psoriasis 可以考慮用UV phototherapy 或者是傳統的這些口服藥物治療 那第三個category是同時合併有 這個幹線關節炎的部分 那可以考慮使用biologics 或small molecules 那當然皮膚情況太嚴重 傳統藥物治療不好 也是可以考慮這些biologics的藥物 那一樣在今年發表的 ACR MPF guideline for active psoriasis 它先講到的是這個 Treatment naive active psoriasis 的部分 它建議說不要只單用nset 應該要用上像MTX 這類的D-mart 但是假如病人情況比較嚴重 其實要考慮使用這個生物製劑 那生物製劑它第一線的建議 是用TNF-alpha inhibitor 那假如治療無效或者是 病人有contract indication 不能使用TNFI 那可以考慮使用IL-17-23 或者是其他的新的口服小分子藥物 但是注意的是這個 這一份的guidline 它本身很多都是conditional recommendation 也在告訴大家 這個疾病的面向 臨床表現造成我們這個診斷 治療上面的不易 那針對每個疾病 這邊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哪些情況我們要選擇 TNF-alpha inhibitor 那假如在這個左邊 打勾的病人有這些情況 我們可以優先考慮使用TNF-alpha inhibitor 像是Acele disease,Uveitis,Nail disease,Anthesitis,Tactylitis 或者是病人同時有皮膚加乾癩的情況 CV risk上升的病人 但是有這個relative contraindication 的時候就避免使用 像是Congestia failure 之前有嚴重感染 或者是反覆的感染 那Demilinating disease 像是Multiple sclerosis 這個在台灣比較少 那以及Lupus的情況 那IL-17i呢 病人假如有這個severe psoriasis 或者是合併有Acele disease 可以考慮 那以及我剛剛忘記跟大家講 IL-17它的onset非常快 在第四週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看到顯著的效果 那relative contraindication的話 要考量的是病人假如同時有IBD 或者是depression 雖然這個發生率不高 但是也是一個concern 最後一個是IL-1223inhibitor 病人 假如皮膚的表現很嚴重 那乾癩性關節炎的情況 沒那麼嚴重 其實可以優先考慮用這個藥物 那或者是病人想要比較少接受藥物的 比較不那麼頻繁的接受藥物的施打 因為這個藥物它是每12週 在loading dose之後每12週可以使用 那最後這個為大家整理的一個很複雜的表格 那再回到說這個乾癩性關節炎以及乾癩 它是脊椎關節疾病的一員 那許多的藥物其實都可以針對這些表現來做治療 那最後呢跟大家summary soriasis and psoriasis 是一個臨床上複雜的疾病 它每個病人都有它特殊的表現 那造成的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是很大的 那最主要的silokine TNF,IL-23,IL-17 那有許多的治療的藥物可以選 那治療的部分呢 我們要先知道病人的desease domain是屬於哪一種 那相關藥物是否有效 那以及這個safety 病人的共病等等 那最後也要考慮到病人 他個人的喜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增加對乾癩的認識 肝癩關節炎的認識 那及早診斷及早治療 讓病人都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那最後謝謝大家的聆聽 好那我們謝謝蘇醫師的報告 謝謝大家